那麼按照今天的中國時報說 阿扁如果一定要一階段領票的話 台北市會個案處理 不敢和總統強奉 不敢對抗 那麼另外 中選會的鄧天佑秘書長也說 不要再談一階兩階了 可能是不是兩邊已經有一些共識 那麼藍營說 七階名稱內容就可以談 是不是大家都在找台階下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來討論 來 我們先來看 中央堅持一階段強硬態度 甚至傳出行政院要開閘 撤換泛蘭縣市主委殺機儆猴 中選會做出決議以後 行政院作為這個政府 就只有遵守跟貫徹執行 省市的這個選委委員會 他不得另做其他權益 如果他們做的話就已經構成 除了這個要撤換 然後另派人這個這個從人之 切市委祭出選罷法第七第八條 明文規定由中選會指揮 監督各縣市選舉 另外如果地方選務堅持兩階段 就有可能違反刑法 妨礙投票自由 才會不排除撤換泛蘭地方選務人員 不過身為台北市選委會的主委吳秀光 態度還是很強硬 為了投領票爭議 中央地方僵持不下 可中選會卻暗示 其實各地選委會已經有了共識 希望大家不講一階段兩階段的名詞 大家就是給地方因地置疑 好 請大家看 剛剛這個是台北市的副市長吳秀光 他同時也是台北市選委會的主任委員 他剛剛講說如果中央依法有據 那接收就接收 再來那麼中國時報是說 阿扁今天只要一階段投票 台北市要個案處理 只要堅持一階段的 那麼就按照一階段這個 讓他去領票跟投票 那就不至於有衝突 我要先請教大家 是不是中央的堅持 代表兩階段開始有暖化的跡象 請教郭忠祥 當然我們在分析界 都會有鬆動的現象 鬆動的原因很多 除了說國民黨的理會委員會贏的人 他不需要說老衣娃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退款 現在用這種說 一階段 二階段的名詞 不要用這個名字 大家可以參選 好 現在當然了 不要說名字 但是你中選委 你如果不說名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公告裡面 就很清楚 我用一個叫完全投票過程 你來說清楚 不然人民一樣 沒有一階段 二階段這個名字 但是裡面創的 還有二階段 你人民要怎麼刷 你一階段 也不可以說一次 你如果說一次 也還有兩次 所以說好 完全投票過程 完全的投票過程 照總選委 鋪成的這個界定 就是完全的 不要說一階段 二階段 這樣我都接受 是 他剛才當天又說 反正現在不講一階段兩階段 到時候就因地制宜 我就說 你說什麼因地制宜 今天既然選辦法規定 立法院選舉是 由你中選會來做主管機關 就沒有因地制宜 台灣沒有軍閥科具 台灣也不是聯邦政府 各州的自治權 沒大到說 他可以像美國這樣說 反正選票是我們各州自己設計 你今天既然是中選會設計選票 設計投票的動線 你今天就沒有因地制宜的空間存在 我還是呼籲說 中選會 你法在你身上 該怎麼執行就怎麼執行 長抵高雄關 有一個歐巴桑也是跟我說 說 李鋒 你還要說 說如果兩階段 我不會快出來投 我好想想說 高雄關不是一次階段 但是你要了解 即便是一次階段 即便是一次階段的關係 綠軍的支持者 他們對於中央政府的軟弱 看不下去 結果今天你幫完 高級知識分子 軟媽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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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 他也是說我說 如果...如果真的是兩階段 他也覺得 他也不同 異性藍珊 你也說這是一個綠軍的支持者 長期以來 覺得說你民進黨軟弱 無能的那種 對民進黨的一個反動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不囉嗦 很簡單 法在中選會是有利的地位 中央政府有法律跟金錢 它是有管理的 你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要管地方政府該怎麼樣 你要堅持一階段 就是異議階段 沒有因地制宜的道理 許老師要補充 我們現在要來看 他今天說台北市軟化 說如果今天一階段個案處理 另外他又說什麼 如果依法有據 要接收就接收嘛 我相信他可能會擔擔 為什麼擔擔 因為那時候郝隆斌跟他說什麼 說總統來 如果堅持一階段 領不到票 領不到票 而且要法辦 我在想說 有哪個台北市你真假嗎 不然全台灣都在給你看 看總統你要怎麼出交 是什麼人贏了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們再來請教徐老師 先來看郝隆斌 當時的話講得有多強硬 記出法規 行政院警告不配合 一階段投票的公職人員 可能會被懲處 我們驗證跟發票 都有一定的程序 如果他就算是總統 他如果不照這個驗票 發票程序來 依規定我會要求 我的選務人員不給他選票 你現在就實問實答 如果有選務人員 沒有照你郝隆斌的要求 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要不要辦他 我當然會辦他 可是我相信 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我想 一個總統在選投開票所 不照投票的規矩來做 這是一個國際笑話 坚持兩階段投領票的台北市 傳出可能讓步 將採取個案處理 是不是代表總統 如果強硬要一階段 也會讓總統完成投領票 台北市找郝隆斌 是不是態度軟化 郝隆斌沒有把話說死 我們會照台北市 選委會的決議 依法一規定辦理 到底立場有沒有鬆動 市長郝隆斌沒有鬆口 不過事實上 台北市各區公所已經有共識 如果有民眾堅持 一次領完四張票 就會有選務人員 在旁邊引導投領票 把票都領到後 再分別投回 立委跟政黨票軌 以及公投票軌 或直接把四張票都 投到公投票軌 當然這樣的模式 也適用在總統身上 好 那麼大家看到 郝市長剛剛是講 不但讓總統領不到票 而且是要法辦 來 黑的徐老師 其實我覺得 這根本都是違法亂局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動線 投開票所會變成什麼 變成菜市場 對 因為有人要投一階段 有人要投兩階段 然後這樣走來走去 會不會撞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這個郝隆斌 吳秀光 這些人都很清楚 這個東西根本是亂搞 第二個 憑什麼只有陳總統可以 是不是所有的 要一階段領票 都可以這樣做 再來 我覺得鄧天佑也講錯了 中選會決議已經是一階段 沒有什麼一階段 兩階段 因地制宜 為什麼 這就會搞成一國多制 我們之前講說 兩制會不會這樣衝突 現在不是 各個事件是因地制宜 搞不好有的 這一階段 兩階段 排的椅子還不一樣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事情其實很清楚 就按照法律來 我覺得吳秀光不是什麼依法處理 你要不要接管的問題 吳秀光您違反刑法153條 我覺得中央就應該處理他 這是現刑犯 要關起來的 既然吳秀光都講說 如果中央依法有據 就接管就接管 那中央你還客氣什麼 明天就去接管 你不是有法律嗎 對啊 我看不見台北市那個動線 真的有夠亂的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CGV 那是一個人在投票的情況下 投票所同時有五個人 在投票怎麼辦 我不曉得台北市政府 你在想什麼 你要找下台階嗎 不用那麼辛苦 其實郝榮斌你只要出來講 明天出來講說 我們台北市政府依法辦理 依照中選會的規定 就一階段就一階段 依法辦理 沒人會笑你沒打 好市長 沒人會笑你沒打 一階段人家到底 共同在創的時候 不是像菜市場 會造成很多選票會外流出來 對啊 因為很亂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人是兩階段 一階段 你沒有那麼多服務人員 在引導他的時候 票會被帶出去的 我認為藍營達成共識 大家不要忘記 包括嘉義 達成什麼共識 混合制 就是這個混合制 藍營的嘉義還有台中 都說同意給一階段 也就是他的牌 就是剛剛看到的東西 兩階段的牌法 但是一階段來 我們同時讓你去投 這樣子的一個票 也就是這是一個變形 所以你去要先講 我一階段還兩階段 對 你現在的狀況 你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然後他讓票通通在裡面投完 你不要帶出去就好 這是最高指導原則 好 那我要去哪裡圈票 比如說我一階段 你的布置是兩階段 他會說他會帶你去 我到底是在這邊圈票 還是在這邊圈票 那你一階段 你的四張 跑到二階段去圈的時候 你就可以偷偷帶出 一張兩張出來 那我要投到哪一個票櫃 沒有 他剛剛已經畫了 這邊 這邊 也是透露你的投票 你只要說什麼字 你說我要一階段就是 你就是透露你的活動行為